我与表兄从小订婚 婚前他冷淡寡欲 婚后他所求无度 我原以为他只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直到某夜 一条毛茸茸的东西搭上我腰间 我掀开紧背一瞧 或好大一条狐狸尾巴 我是摸呢还是摸呢 晨起时我仍在恍惚 思绪停留在昨夜 毛茸茸的触感仿佛还停留在腰间 温热的皮毛随着呼吸一起一幅 亲密地卷着我 蓬松柔软 那分明是一条狐狸尾巴 这是真的 还是我做梦了 一或是昨夜时 我枕边的夫君已经换了个人 我胡思乱想时 表哥江少妍已经起身下榻 正背对着我穿衣 隔带一束 便显出风流鸟鸟的身段 细腰窄背 赫视狼行 我忍不住使劲盯着他臀后 恨不能用视线将他的裤子烧出个洞 怎么看 也看不出哪里能藏的下尾巴 江少妍穿戴完官服 一回身 看见我火热的视线 瞬间误会了 他俯身吻了吻我并脚 声音低哑道 阿玉莫急 等我晚上回来 得了 没换人 这肯定是我夫君 听见这熟悉的低哑语调 我立即忘记了 什么狐狸什么尾巴 条件反射的捂住饱受摧残的腰 我与江少妍是表兄妹 青梅竹马十余年 她从来都是肃静冷漠 克制有礼的模样 哪知一招嫁给了她 才发现这人竟有另一副面孔 成婚半载 硬是没让我睡到几个呼伦觉 我每日人困神乏 腰酸背痛 亏她竟能每天精神抖擞的 三更起床去上朝 起开 恨得牙痒痒 我一把将耳鬓撕磨的江少妍推开 赶她去外见 昨夜或许只是个栩栩如生的梦境吧 我掀开被褥 准备下塔 却瞥见 寝衣上有一根动物毛发 细细一根棕红短毛 粘在白色的中衣上 若不仔细看 很容易忽略过去 我小心翼翼将它弄下来 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不知是不是心理因素 越看越觉得像狐狸毛 难道说 我的夫君真是一只狐狸 浑身毛茸茸 叫起来 鸣鸣鸣的那种狐狸 我神思不数地坐在铜镜前梳妆 连丫鬟来问我 今天的饭菜安排也没听见 直到江少妍看不过去 也出声问我 夫人 今日我回来用膳 晚上想吃什么 我满脑子都是狐狸 脱口而出 吃鸡吧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一下 几夕后 江少妍郁郁还修的声音 从我身后响起 若是 若是夫人喜欢 也不是不可以 狐狸不是爱吃鸡吗 她怎么回答得吞吞吐吐 到底是她这只狐狸 不喜欢吃鸡 还是她不是狐狸 我疑惑 下意识开口 你不喜欢吗 房间里突然更安静了 我奇怪地转身一看 屋子里 丫鬟小脸通红 表哥小脸通黄 我 我艰难出声 你们听我说 我不是 陪嫁丫鬟 立刻握住我一只手 表忠心道 夫人 别说了 奴婢什么也没听见 江少妍赶紧握住 我另一只手 素忠情 阿玉 别说了 我什么都可以 好体贴 好深情 我好感动 我陷入沉默 我一人给了一脚 把她俩踢了出去 用完早膳 江少妍去上朝 我去正院给婆母请安 江少妍是我的三表哥 婆母即是我的姨母 因了这层关系 我嫁进江家后 从未与她起过龌龊 世家大族 世代通婚 盘根错节 才能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 以保代代荣华 血脉相连 因亲为戏 我从未觉得有何问题 直到今日 我看着座上的姨母 忽然想起一件极为严峻的事 如果江少妍是狐狸 她的父母 岂非也是狐狸 如果她的父母是狐狸 我们一大家子 岂非都是狐狸 难道 我也是狐狸吗 我被自己得出的结论震惊了 长到18岁 突然发现自己 好像不一定是人怎么办 人在家里坐 身份添上来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晌午过后 回到自己院中 我立刻钻进床里 放下床杖 脱下衣衫 检查自己全身上下 有没有长出狐狸的部位 头上没有狐狸耳朵 身上没有狐狸皮毛 臀后也没有狐狸尾巴 还好还好 看来 我应该可能大概估计 不是狐狸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 准备把衣服穿上 合拢的床杖 忽然被人伸手挑开 夫人 你在 江少妍的目光 落在我半退的衣衫 和四处摸索的手上 她的眸色一瞬间变身 喉结滚动 阿玉 等不及了 都是为夫的错 叫阿玉久等 她红着脸解开记带 轻身拦住我 但是 现在并非就寝之时 甚至没用晚膳 我下意识推剧 等 阿玉 我好想你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江少妍亲吻着我的耳垂 如是珍宝 耳边传来的声音 饱含炙热情感 言语间的蓬勃爱意 令我试图推剧的手持仪而无力 阿玉早间说的话 我听了好高兴 原来阿玉也念着我 阿玉什么都不用做 我来 丫鬟们摆膳时 天已黑透了 阿玉 尝尝这个 江少妍低眉顺眼地站在我身侧 为我不菜 我低头 瞧见碗里爱吃的虾仁豆腐 抬头 瞧见江少妍水润的嘴唇 唉 这气势撒不出半点 院部的商咒王宠爱打几 换谁谁扛得住 我不知不觉 就顺了他的意 狐狸精 真真是狐狸精 我无奈 没多久 便把站在一旁 伏低作小的江少妍拉过来 按在椅子上 坐下 一起吃吧 他小心打量我 阿玉不生我的气了 不气了 闻言 江少妍的双眼 煞食亮了起来 他展开笑容 在我身旁坐下 不忘接着喂我加菜 只要我眼神 往哪到菜上一扫 下一瞬 这菜立即到我碗中 阿玉 你爱吃的鲫鱼 阿玉 今日这军孤汤炖得不错 一顿饭下来 江少妍自己没吃上几口 大半都进了我肚子 自从成婚以来 他对我从来都是如此悉心体贴 我瞧在眼里 暗暗叹息 算了 狐狸就狐狸吧 且不说我与表哥 有着常年累月的情意 无法轻易舍弃 更何况 表哥对我一往情深 姨母也对我关照有加 我的生活虽然平凡 却幸福 想一想宴会走动时 常听说内宅里的种种难事 譬如偷养外室的夫君 尖酸刻薄的婆母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努力安慰自己 比起别人家的诸多难事 我家的问题只是夫君不是人而已 小诗一桩啦 晚上后 我与江少妍在后花园中散步消失 天色已晚 院中长起了灯 暖黄光运映照在桃树枝丫上 书影横斜中坠着点点贝蕾 叫人不由遥想 满树盛放时的美景 我伸手点了点 含苞待放的花蕾 表哥你瞧 桃花要开了 真漂亮 江少妍与我并肩而立 含笑英事 她摘下一只 鞋插在我并肩 一双墨色眼眸里只有我的身影 在我心里 什么花都不及阿玉 纵使听了再多遍她的甜言蜜语 我依旧禁不住 有些脸红 我倾壳一声 垂眸摸摸并肩 欲盖弥彰的转移话题 我记得 表哥从前也给我送过桃花 文言 江少妍十分惊喜 眸光闪动 阿玉记得 自然记得 那是表哥头一回给我送花 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对她心动 那时我们两家已经定亲 我上市窦寇年华 而江少妍要去远方的书院读书 在两家的默许下 我乘着马车前去为她送行 时值春日复轩 柳绿阴体 表哥一如既往地 与我平淡寒暄了几句 便静自离去 直到她的背影 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表哥也没有回过头 正当我准备放下车帘 命人回城 丫鬟略显激动地叫住了我 小姐 你看 我顺着她的手指抬头望去 一个身影正从转角处走出 急步朝我奔来 白衣清取 闭桃绚烂 西光中 我看清了她的脸 正是我的表兄 江少妍 少年举着一枝桃花 迎着朝阳奔至我面前 小心地双手将花枝递给我 阿玉 送给你 花枝断口露着清茶 嫩粉的花瓣上游带露水 原来她没有离开 原来她是去为我折了一枝桃花 车轮陆路 晃动的马车中 我垂手抚摸着花瓣 心头忽然怦怦地急促跳动起来 想起从前的甜蜜 我不由地笑了 怎么会忘呢 当年表哥第一次给我送花 送的就是桃花 我高兴了好久 阿玉 我也好高兴 你不知 那天我有多开心 江少妍揽住我的肩 拥我入怀 花枝下 一时温情默默 如此说来 你我倒似是与桃花有缘 她感慨道 我与你初见时 也是桃花盛开 我原本依偎在她怀中 闻言 我呼觉有些不对 差异抬头道 表哥记错了吧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你家中赏牡丹 不是赏碧桃 江少妍却没有立即回应 她定定地望着我 双眸忽然暗淡下来 片刻后 她抿了抿唇 一开视线 淡淡带过了话题 嗯 大约 是我记错了 十夜 我做了个极为混乱的梦 一会儿是毛茸茸的狐狸尾巴 一会儿是为我摘下桃花的少年 忽然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 蹭蹭跑到我脚边 黑葡萄式的大眼睛 娇声娇气地对我喊 娘亲娘亲 吓得我立刻从梦中惊醒 一咕噜从榻上爬了起来 窗外 天色已然大亮 丫鬟推门而入道 夫人 二小姐差人来问 几时出发 我捂着胸口缓了缓 终于想起是什么事情 今天是朔方军凯旋进京的日子 云辉大将军 北征卫国 大获全胜 班师回朝 皇城里 人人都等着一堵将士们的风采 家中也早在临街的酒楼定下了席位 姨母不喜热闹 将二小姐却盼了许久 只等今日跟我一同出门 得个机会和她的未婚夫婿会面 我快速换好衣衫 驱车过去 登上楼一桥 城门口的主道两旁 已是人潮汹涌 摩肩接踵 二小姐不急落座 迫不及待和心上人去了隔壁 留下我独自在包厢里 不多时 城门大开 鼓角齐名 朔方军的将士们身披甲骤 换甲职兵 如一条黑色长笼 井然有序地行进城中 意其当先的中年男子 自然是云辉将军 他身后跟着几名青年小将 白马银枪 少年英雄 小将军一路走 一路被两旁扔下的鲜花手绢 砸了满头满脸 倒比前面的中年将军 更受大姑娘 小媳妇们的欢迎 我也不免多看了他几眼 越看越觉得熟悉 这俊俏的眉眼 这高挑的身形 这冷淡的神态 怎么越看越像 我的表哥 江少妍 仿佛当头一棒 我的脑子嗡得一下懵了 那位得胜归来的青年将军 分明和江少妍 长得一模一样 那冷冷淡淡的神态 更是和年少时如出一辙 只是脸庞更加严峻瘦削 肤色也变成了小麦色 猛然间太过震惊 我茫然站在原地 带我反应过来 打头的队伍已经走远 烟尘中 只与马上背影 我匆匆拎起裙子 不顾丫鬟的呼喊 转身便要往楼下跑 这些天以来的种种异状 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浮现 半夜的狐狸尾巴 对不上的少年回忆 直到今日 我的疑惑到达了顶峰 我曾经猜想过 或许我的夫君被狐妖顶替 或许江少妍本身就是狐狸 可我没有想过 又或许 从我嫁进江家开始 从我掀开盖头开始 我见到的夫君 就是一只狐妖 而不是我的表哥 江少妍 江少妍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陪伴我的夫君 又是谁 和她有怎样的关系 只要找到真正的江少妍 我就能知道一切的真相 夫人 你要去哪里 丫鬟急切呼喊 追在我身后 没跑几步 唉呦一声撞上了 陡然停下脚步的我 我正正地站在楼梯上 视线对上来人 脚步如坠千斤 再也无法迈出一步 木制楼梯的尽头处 有人正好整以狭地等待着我 宽袍缓带 面如官玉 与方才骑马而过 披肩直锐的小将军 截然不同 又万分相似 他抬起头 含笑凝视着我 夫人 你要去哪里 我坐上了夫君的马车 与他一同回府 一路上 我心虚不敢说话 夫君不知为何 也不说话 行吧 你不说我也不说 开口的人先书 我只好站住嘴 撵起车内船河里的幸福 一顿狂吃 等等 江少妍恶然抬头 正待出声阻止 我将幸福塞进嘴里 我已经被酸得眼泪汪汪无嘴 呸呸呸 谁在他的车里 放这么酸的果斧 我牙都倒了 酸着了吧 快吐出来 看见我的样子 江少妍无奈又好笑 捧着帕子到我面前 示意我将嘴里的幸福吐出来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 他顿了顿 似乎还想要说什么 愁愁几息后 又咽下 只是伸手 将船河转了半圈 指着另一格的点信示意我 这种不太酸 来时匆忙 为买些你爱吃的点心 若是饿了 先勉强垫一垫 很快就到家了 他的语气温柔和缓 话到最后 甚至有几分歉意 一如既往地 对我细心照顾 我一眼咬了一口 他指的点心 垂下双眸 忽然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他没有骗我的确不如先前的幸福酸 嘴里的难受滋味忽然淡去 我心中的诸多繁杂情绪也仿佛忽然变淡了 上车前的那些不安与猜忌 如同消米的水雾 一呼而变淡去 无论江少妍是不是真实的江少妍 他对我的爱慕与关切都是真实的 他付出的感情和与我共处的时间 我无法视而不见 我抬起头 望了望眼前温润的男子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 对我微微一笑 替我擦了擦嘴角 不论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知道 他已经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不长的路程很快变到了尽头 我与江少妍一同回到家中 挥退下人 我拉住他留在内室 与我独处 在马车上 我已酝酿了许久 想清楚了我要做的事 我要和江少妍坦白 我要告诉他 我所知道的一切 我要向他讨要一个真相 而不是被蒙在鼓里 无论真相是何 夫君 我们谈谈吧 我在江少妍对面坐下 认真地看着他 有一件事 我已经疑惑了许久 忘你看在与我夫妻日久的份上 告诉我答案 我今日在城门口 看见了一个人 他与你长得 阿玉 面前的人却打断了我的话 语速略显急迫 仿佛已经知道了 我将要说出口的话语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要给我怎样地回答 有些疑惑 又有些紧张地等待着 但他却只是长久地 尖默地注视着我 烛火摇曳下 江少妍凝望着我 幽碎同仁中 仿佛闪动着难以言明的火光 他的唇瓣吸动了树下 最终化作一声长叹 伸出手来捧住我的脸颊 阿玉 我爱你 我爱你 不带我反应过来 灼热的纹 已经落在我的唇上 熟忍地起开我的耻官 如同从前的千百次一样 浅犬而深情 只是 仿佛多了些从前没有的迫切与黄疾 如疾风咒语 如终结前的放纵 如桃花凋零前最后一次的怒放 韶华盛极 明明早就和面前的人亲吻过无数次 一吻闭时 我竟昏头昏脑 不知今夕何夕 急促地呼吸交缠在一处 江少妍抵着我的额头 紧紧抱住我 阿玉 阿玉 她将我的名字含在唇间 留恋地反复念了鼠遍 却没有再做什么 突兀地松开了我 站起身 今日已经晚了 阿玉早些休息 我去书房就寝 说完 她有些仓皇地大不离去 直到江少妍的身影从内室中消失 我才忽然意识到 对于我的疑问 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可是 我不自觉地伸出手 只肩碰了碰红肿的唇 方才的炙热与缠绵又浮上心肩 可是 又仿佛什么都告诉了我 好吧 看来只能使出我的绝招了 趁着江少妍不在我房里 半夜 我偷偷跑到后花园里 使出当年关在家里时 炼成的翻墙神功 在陪嫁丫鬟的帮助下溜了出去 不忘叮嘱丫鬟 等着我回来 到时在墙内接应我 东边不亮 西边亮 既然江少妍不肯告诉我真相 那我便去问另一个江少妍 朔方军今日进皇城受封赏 将领们一定都在将军府中 我敲开将军府的大门 将与江少妍定亲时的信物玉佩递了进去 果然 没过多久 便被引进了外院 客房中 一位身形熟悉的青年男子 背对我而立 正注视着手中那块玉佩 轻轻骂撒 听见禀报声 她抬眸看了看我 楼家表妹 没想到 最先找到我的故人 竟是你 我的父母是否知晓 我在此处 我摇了摇头 只有我知道 今日我去看了朔方军进京 这才看见了表哥 也罢 我心中知道 总会有这一天 江少妍轻叹一声 只是还请表妹 暂时为我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江家 在得到我汉手允诺后 她示意我坐下 表妹露夜来寻 是想问我当年之事吗 见我点头 她沉吟片刻 慢慢开口道 有些事 当时 我也不知该如何与你说起 我是江家嫡之 既享受了世家恩泽 生来便该维护家族 绵延世家富贵 可当我出门游学 乃至入朝为官 所见所闻 却并非如此 寒门百姓吃穿五爪 世家子弟 却可以横行相野 外有强敌 内有忧患 朝廷积若久矣 身为江家子 我不该离京叛道 可身为有良知之人 我不得不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 我摒弃身份 隐姓埋名 气文从武 投奔了朔方军 江少妍停顿了一会 脸下双眸 她握着手中玉佩 在开口时 语气变得迟缓而柔和 只是 当年我贸然离去 为了自己的追求 没有履行我们的婚约 置你于不顾 表妹 是我对不住你 我非良配 不敢误你终身 没有料到 会听见如此一番沉情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从前便知道 表哥在家里待得不快活 总是冷冷淡淡的模样 原来她心里藏了这么多事 或许 我本该怨怪她 贸然离开 但我如今过得很好 心中便很难生出 多少对表哥的不满 从前的事 到底是过去了 只是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也是我来此的目的 还没有得到回答 既然江少妍 在与我成婚前便离开了 那么江家里的那位江少妍 又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是表哥专门找来 为她遮掩的吗 我正要起唇询问 却听见表哥略有些 忠愁地向我关切问询 表妹 如今 你一向可好 我离去后 你嫁给了谁家郎君 他对你如何 闻言 我震惊地 差点打翻面前的烛台 表哥 你不知道吗 我的夫君 就是江少妍啊 我告诉了表哥 他走后发生的事情 有人冒名顶替江少妍 与我成婚 半夜出现 又消失的狐狸尾巴 大军归来那日 那人堵在酒楼下 阻止我来找表哥 江少妍听完后 深深醋眉 神色严肃 表妹 你说的这个人 不像是人 你是不是被什么妖物缠上了 这样 他想了想 我去与云辉将军通顶一生 你先在将军府里住下 江家太危险 你暂时不要回去了 再过半月 朔方军就要离开皇城 在此之前 我一定会帮你解决此事 我心头忽然一领 表哥所说的解决 不可能是坐下来好好谈话 若是对方负于顽抗 或许要见血 一瞬间 我脑海中闪过江少妍 双眸紧闭 毫无生气地握在血泊中的模样 原本蓬松柔顺的狐狸尾巴 被鲜血染成深红 我下意识攥紧了手 其实 如果真的要解决江少妍 我之前就可以向家中求助 或是自己想别的办法 可我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选择溜出来找到表哥 想要知道全部的真相 我真的要在还未弄清真相的时候 直接除掉江少妍吗 我还在犹豫 表哥却将我的躊躇 误以为是我不愿麻烦他 表妹 当年我毁婚离去 是我欠你良多 你不必思虑太多 先留在我这 就当是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 文言 我摇了摇头 不是的 表哥 不管怎么说 我和江少妍 总有着青梅竹马的情分 他曾带给过我美好的回忆 我回想起少年于西光中 情着一枝桃花 向我奔来的样子 情不自禁地弯起眉眼 折来一枝春 只为清欢喜 我曾真挚地为那一刻心动过 我笑了笑 道 表哥没有欠我 也不必补偿我 还记得我送表哥去书院时 你为我折桃花送别吗 就当作 那枝桃花 已是补偿了吧 我以为自己只是说了一句平常的话 然而这回 换作江少妍 震惊地差点打翻面前的灯盏 可是 表妹 我从未给你送过桃花 夜兰更深 我照着原路返回江家 在院墙外学出和丫鬟商量好的暗号后 没多久 墙上便抛下了一副软梯 这次溜出门 虽然没能达成全部的目的 但也有不少收获 我一面踩着绳梯往上爬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想着表哥 听见我的话时 惊讶的模样 如果为我送花的人 不是江少妍 不是我的表兄 那么 我曾为之心动的 到底是谁 我的心里 隐隐有了一个答案 呼之欲出 江家的院墙有些高 我颤微微攀上墙头 正准备双手撑着墙 翻身跨过去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恰到好处地从院墙内伸来 扶了我一把 夜色下难以变清细节 我以为是等在墙下的丫鬟来帮我 十分自然地握住那只手 借力翻过墙头 等急了吧小翠 咱们这就回 未完的话语断成两节 我突然结巴了 待在原地一时未动 掌心里还拉着夫君的手 风姿俊秀的男子 站在院墙内的梯子上 握住我的手 对我温柔一笑 嗯 咱们这就回房吧 阿玉 啊 小翠他 我让小翠去休息了 阿玉有什么事吗 不如我帮你 没 没事 没事了 握着我的手一拉 我的身体立刻下意识前倾 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他带着我 轻盈而迅捷地下了院墙 扶着我站立在地上 我 我想开口说话 才发出声音 一根手指 却轻轻抵在我唇上 阻止了我 没关系 阿玉什么也不用说 只要阿玉回来就好 只要你回来 只要你还愿意看着我就好 他深情地凝望着我 唇边的笑容有些苦涩 等等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这场面有些怪怪的 浑身不自在 忽然灵光一闪 为什么我这么像出轨 被抓现行的渣女 而我的夫君 无怨无悔地原谅了我 那个 你听我说 我正想解释清楚 我既没有出轨 也没有准备抛弃造康之夫 忽然 旁边的院墙上 跳下一个人影 动作干净利落 落地悄然 却不防这深更半夜的 墙下竟还站着另外两人 我惊了一跳 刚想大喊一声抓贼 视线却落在来人脸上 又立刻咽下了自己的声音 那张熟悉的面容 分明是 来者看见站在墙下的我们 身影也明显顿了顿 很快便又恢复过来 走到我身旁站定 向我解释 表妹 我不放心你独自回来 所以想来看看 你没事吧 我觉得 我不太像没事的样子 本来没什么事 现在有事了 我看看站在左边的江少妍 再看看站在右边的江少妍 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庞 将我夹在中央 三个人一溜烟 站在墙根底下 在两边的灼灼目光下 我左右为难 只差掏出袖帕擦擦头上的冷汗 没 没事 谢谢表哥了 但表哥显然没有因为我的话 放下心来 他看了看我被旁人握住的手 猝起眉头 表妹 不要轻信 我看 你还是去我那里住一段时日 带我帮你清理完来路不明的东西 你再做打算 来路不明的东西 我尴尬地瞅了瞅夫君的脸色 忽然手被握紧了一下 阿玉 你要抛下我吗 我向左翼抬眸 便对上一双渲染玉气的眼睛 不安地望着我 不等我开口 表哥却抢先出声 语气冷立 表妹 不可心软 你已经知道她 顶替了我的身份 还亲眼见到她露出狐狸尾巴 她是个妖孽 和你不合适 还是尽早离开 当断极断 我刚刚转头看向右边义正词严的表哥 左边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急迫而惶恐 阿玉 我 我确实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来接近你 骗了你 可是 可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你想怎样惩罚 我都可以 但我不能没有你 阿玉 表妹 不要听信她的话 阿玉 这下彻底炸了锅 左右两边 一人一壶 隔着我互相吵了起来 一个严肃冷立 一个柔弱寒泪 吵得我脑瓜子嗡嗡的 急得我当即制止他们 别争了 低声歇 要是惹来巡逻的护卫 闹得满腹都知道 难道光彩吗 很好 我的话音刚落 不光彩的人和狐狸 顿时都沉默了 一个不敢让人知道 自己离家出走 一个不敢让人知道 自己是冒牌货 半嗓寂静无声 终于轮到我说话了 我正想开口 忽然 感觉左边的袖子 被谁轻轻扯了扯 肩磨中 冒牌货可怜巴巴地 拉着我的衣袖 含泪低气 阿玉 我知道我错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她拉起我的手 放在她腹上 至少 看在咱们的孩子的份上 如何用三句话 让一个雌鹰般的女人 手抖脚软 我差微微摸着 自家夫君的肚子 声音和手一样抖 咱 咱们的 孩 孩子 得到一个点头肯定后 我只感觉宛如一声雷鸣 劈得我魂飞九霄 立刻把正准备说的话 望到了天外 我脚下发飘 像做梦一样 你不是公狐狸吗 为什么会怀孕 说着 我忽然想起 她的马车里放着的 酸倒牙的幸福 所以 那一传合的酸点心 是她吃的 怪不得她能说出 点心的味道 阿玉 我是狐妖 好歹粗通一点法术 孕胎而已 还是能做到的 何况 女子孕育 辛苦危险 我怎么舍得阿玉受苦 夫君眨巴着眼睛看我 阿玉 不喜欢这个孩子吗 一瞬间 我的脑海中 疏然浮现出前夜的梦境 长着棕红色大尾巴的小狐狸 颠颠地跑到我身边 水汪汪的大眼睛 依恋地看着我 乃生乃气地叫唤 这算不算 托梦呢 我下意识在夫君的肚子上 轻柔地抚摸了几下 不知为何 心头一软 胸中涌起一股怜爱之意 你别多想 娘亲没有不喜欢你 我放下手 看向眉头紧簇的表哥 语气坚定 表哥 多谢你的关心 但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表兄敏唇看着我 一副不赞同的神色 表妹是在担心孩子 若你实在在意 留下孩子也可以 我来帮你养 阿这 大可不必喜当爹 我欲言又止片刻 最终一面感动于表哥的奉献精神 一面委婉拒绝 不是因为孩子 我早就已经考虑好了 我今晚回江府 也是想要尽早和夫君说清楚 所以我没有留在将军府里过夜 表兄看了我一会 见我神色坚决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罢了 既然你喜欢 便随你心意去做吧 当初我一意孤行离家 若说对错 难以一面之词评判 但我知晓 趁心如意 才是最欢愉 也最难得之事 表兄上前一步 牵过我的手 将他 与我从前订婚时的信物玉佩 放在我的掌心 这块玉佩你留着 若有事 便拿着他来寻我 他顿了顿 才继续说 倘若到了那时 我还未战死沙场 月色下 表兄朝我微微笑了笑 如冰破雪蓉 表妹 保重 表哥来了又去 墙下只剩两人 我拉了拉身旁的狐狸精 陪我走走吧 夜色阑珊 月落身横 后花园中的桃树 在清幽月色下 显得朦胧而静谜 我伸手 摸了摸枝头 含苞待放的贝蕾 夫君 那只桃花 是你变换成表哥的模样 来送于我的 对吧 一旦理清了思路 谜团便迎刃而解 当年 我去为表哥送行时 离开的人 的确是表哥 但从转角处跑来 送我桃花的少年 却是如今 我身旁的这只狐妖 原来 早在那时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只是我一直不知罢了 我问夫君 为什么要变成 别人的样子来找我 狐妖敏唇 小心翼翼地望着我 阿玉 我 我只是只野狐 你却是世家小姐 我自知配不上你 不敢见你 他停顿几夕 你也如这又道 何况 我找到你时 你已经订婚了 对方和你青梅竹马 又加势相当 我以为 你肯定不会心悦于我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令我忧思了许久的谜团 最初只是因为如此简单的原因而产生 我有些好笑 想起他之前患得患失的样子 又不免有些心疼 哎 我的夫君 是一只自卑又恋爱脑的狐狸啊 看着夫君忐忑打量我的神情 我忍不住恋爱地摸摸他的脸颊 别多想 我和表哥很早就认识 对我而言 他和我的亲生兄长是一样的 再说 你也不用看低了自己 你既体贴 又懂法术 哪里比旁人差 我看你不知胜过多少男人 狐妖的双眸亮了起来 他感动地抱住我 一面向我不停地道歉 阿玉 对不起 没有早点告诉你 我越和你相处 就越害怕 你得知真相后离开我 最后闹成现在的结果 由爱故生忧 由爱故生不 越是深爱 便越是幽据 我伸出双臂 回抱住我的夫君 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背 不要怕 我不会离开你 因为我也爱你 等到明年春来 咱们一家三口 就能坐在桃树下赏花 我挽着属于我的大狐狸 朝家的方向走去 长夜已逝 东方即白 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日子 番外 小狐狸没有明性 不知道父母 连皮毛都是最普通的棕红色 不过是一只生长在林间的野狐 原本他会作为畜生 度过短暂的一生 直到那个夜晚 他遇见了奇迹 圆月当空 月华大盛 天穷洒落万道金芒 无数如金鱼般的细丝串着一颗颗 形弱橄榄的地流江 从天上降到人间 落入山川河流中 转瞬即逝 地流江对妖类是大补之物 草木得地流江则有灵 动物得地流江则显神通 这是一场盛宴 亦是一场搏杀 在那个百年一遇的夜晚 小狐狸猛猛懂懂中 感觉到莫名的渴望 他奔跑着 追逐着 被忽然破土而出的树根半倒 被从天而降的禽鸟扑着 被凶猛嚎叫的野猪拦路 跌跌撞撞 伤痕累累 不知失败了多少次 终于接得了一枚地流江 吞下金色地流江的那一刻 小狐狸从他变成了他 如同阳光照破迷雾 上苍的恩赐 为小狐狸揭开了一层 他原本终其一生 也无法看透的面纱 新的世界从此对他展开 小狐狸化成了人形 他离开山林的时候 山桃花芳打了孤朵 浅粉浓红点点遍布山野 小狐狸变成了一个清秀的男童 独自走在郊外的路上 很快被心怀胆意的人贩子当作了猎物 他惶恐慌张地躲藏逃窜了一阵 却没能躲开身后紧追不舍地跟踪 眼看就要被人抓到 他急得狐狸耳朵都差点冒出来 他正准备不管不顾 变回原形逃跑的时候 一辆马车在离他不远处停了下来 一个总角女童掀开车帘 对他唤道 阿弟 快上车回家了 莫贪玩 小狐妖听懂了 他用尽力气跑过去 连滚带爬上了车 车夫立刻一扬颠 马车载着他们将人贩子甩在身后 车轮陆陆向前 小狐妖一头跌进车里 惊魂未定地抬头 对上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小阿弟 你莫怕 我叫阿玉 你叫什么 那双眼睛的主人笑容灿烂 胜过山野里最烂漫的桃花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美景 小狐妖没有名字 他说不出话来 只愣愣地盯着阿玉 目光无法离开他的笑脸 一旁的女子轻咳了一声 轻喝道 阿玉 他不赞同地看了女童一眼 女童立即端坐好 不再出声 女子这才看向小狐妖 和矮地问他 孩子 你家在哪 父母何处 怎么一个人乱跑 女子虽态度温和有理 问题却一个接一个 家住荒野山岭 无父无母的小狐妖 一个也答不上来 他支支吾吾 无法应对 只好在进城时 趁着马车在城门口停下查验 火速窜了出去 但他从此记住了那双眼睛 和那个笑容 街角乞讨的午后 破妙栖深的月夜 小狐妖总是一遍遍响起 脑海中一次次浮现出 与他见面时的情形 他发臂上的珠花 他衣裙上的绣纹 他周身的香味 他呼唤他的声音 他抬眸看向他的眼神 他望着他时嘴角的弧度 每一个回眸 每一个浅笑 都在小狐妖脑中翻来覆去 回忆了无数次 他怀揣着这段回忆 如同贱民偷偷藏起 原本无法企及的珍宝 在无人时取出 反复摩缩 再三流连 有了这毒属于他的珍宝 乞讨时的谩骂殴打 露宿时的忍饥挨饿 似乎都变得温和起来 不再那样令他难以忍受 因为他和他同在一座城池 同在一片月下 小狐妖相信 总有一日 他会再一次看见他 这一日终于到来 在见面的时候 总角女童 已经变成了窦寇少女 如三月之头的花蕾 含苞待放 又使脸上灿烂的笑容 变成了低谋浅笑 他撩开车帘 对着外面的清俊少年柔柔地唤 表哥 白衣少年对少女浅浅一笑 礼貌而疏离 表妹回去吧 春寒撂翘 小心着凉 说完便离开 不再回头 小狐妖躲在屋顶上 他看见阿玉的目光 一直没有离开那少年的背影 等到少年转过墙角 小狐妖也跳了下去 幻化成白衣少年的模样 他左看看又看看 只来得及舍了一只墙边 伸出的桃花 怕马车要走 迫不及待跑了出去 阿玉 小狐妖头一次叫出少女的名字 他奔跑着 追逐着 赶到少女的马车边 将那只出战的桃花递给他 送给你 没等少女说话 小狐妖便转身跑开 他感觉自己的 心跳得比拂下地流浆 那夜还要快 尾巴控制不住地出现在衣服下 他回忆起少女指尖的触感 那柔软 胜过所有春日桃花 从那以后 他总是忍不住 画成江少妍的样子 悄悄去见阿玉 他的道行太浅 不敢多留 只能短暂地瞥一眼少女 偶尔说上半句话 即便如此 小狐妖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与满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狐妖渐渐长成了大狐妖 他学会了吞吐月华 修炼道行 幻术也不断精进 如今的他 已经习惯了在人群中生活 甚至有了人类的身份 大狐妖有了新的愿望 他开始想要更多 想要看见阿玉对他笑 想要牵着阿玉的手 带他去看桃花 想要和阿玉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一起做许多许多 让他快乐的事 想要和阿玉有个孩子 可是大狐妖明白 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妄念 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直到有一日 他发现与阿玉定亲的表哥 独自出了城 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 江少妍已经离开 出了什么事情 大狐妖用法术溜进江家 想要一探究竟 却在江少妍的书案上 发现了一封留下的信 江少妍竟然走了 阿玉的未婚夫 抛下他走了 那么阿玉要怎么办 他会不会伤心难过 会不会被人嘲笑 会不会郁郁寡欢 大狐妖一想到阿玉垂泪的模样 瞬间攥紧了手里的信纸 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 值得世上一切最好的事物 既然有人不珍惜 那就别怪她取而代之 望着将信纸燃烧殆尽的火光 大狐妖做出了一个决定 稍微干扰的色彩